大家好,我是陈岳 今天我们聊印度 和大家分析印度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禁令 以及所谓的印太战略的最新发展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围绕三件事情来和大家做探讨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印度政府电信主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声明 他在声明中强调 印度不会禁止中国的5G设备商华为以及中芯 参与到印度的5G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个表态和印度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冲突以来 印度所拉开的那种抵制中国货的那个调子 出现了明显的反差 那么这个其中到底有哪些因素和考虑 稍后来给大家分析 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 最近几年来印度眼看着和他人口差不多的中国 那么经济社会科技军事等全方位的发展越来越好 那么印度也是越来越眼红 所以最近推出了一个大力的经济刺激措施 那么就是拿钱出来给这些iPhone等中国的供应链生态 希望能够全部搬到印度去 那么也开出了一些什么免税降费各种各样诱人的条件 那么印度这种挖角中国产业链的做法能奏效吗 我们也会举一个日本大型企业 停止在印度扩张发展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那么今天讨论的第三个话题就是 随着中印边境冲突进入新的外交斡旋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最近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 所谓的印太战略国家要一起开会 那么这个其中又传达了哪些信息呢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话题就是 这个印度希望华为中心继续参与印度5G建设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呢 根据这个Business Standard的这个报道呢 那么印度的电子信息科技部的部长就表示 印度政府不打算将华为中心排除在印度5G网络基础设施的合同之外 那么印度的政府主管电信发展的部长做出这样的表态 我想这一定就是代表印度政府的立场 那么其实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印度社会对于中国产品的这种抵制呀 喊打喊杀的这样的呼声呢 感觉好像格格不入对吧 调性不同啊 也完全不符合 那其中呢 我想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那么一定是基于印度自己呢 基于他自身的一个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这则消息一出来呢 其实第一个松一口气的呢 其实就是当属印度的电信公司了啊 因为呢 这个消息其实是消除了印度的电信公司 他们特别担心华为中心如果被禁止参加5G试验这样的一个禁令的话 那么对于印度的这些电信公司呢 可以说是重大的打击 那么尽管呢 此前印度方面曾经禁止了各种各样的啊 在印度流行的中国的这个开发者所开发的应用程序啊 包括像抖音国际版TikTok呀 包括像阿里巴巴旗下的APP 还有UC浏览器呀等等 那么甚至包括呢 这个腾讯在印度所经营的游戏的APP啊 也没有呢被放过 不过呢 印度政府部门都没有阐明 他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的立场 也就是所谓的中心华为这些公司的立场 其实我们放眼全球看去呢 能够提供这个全场景5G设备的企业啊 也就那么几家 对吧 欧洲两家 爱丽兴多基啊 那么剩下的大概主要就是中国了 美国在这一部分呢 的的确确高通有一些5G的专利 但是设备厂商软件服务各方面的话 美国几乎呢 就是是咱们说直一点就是不行 在这方面5G这一块呢 还是不行的啊 那么其中呢 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呢 在这些公司当中呢 又是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 包括设备啊 都很便宜 那么因此受制于成本各方面因素的考虑呢 印度政府和电信运营商 想要完全的禁止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的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并不可行 华为在印度的大部分收入呢 是来自4G网络的设备业务 那么印度最大的两家电信公司 8D电信 以及呢 沃达芬呢 他的这个是是是华为的客户 那么两者合计 占据了印度无线电信市场 55%的市场份额 同时呢 中兴的客户包括了印度国有的啊 这个BSNL这家公司 那么后者呢 大概是占有了啊 40%的3G的网络呢 是由中兴来这个新建的 而且这两家中国的公司呢 一直是印度5G网络建设的中兴啊 同时呢 华为中兴的解决方案 也因为他的成本相对低啊 设备呢 也是一直起来就是合作下来 也广受到印度电信运营商的这些赞誉吧 那么再结合印度运营商 目前他的财务情况并不好啊 应该说是很多呢 都都是在亏损 或者是呢 在盈亏平衡点的这样的位置呢 在经营 因而呢 印度的5G建设呢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外 所以印度的这一次的决定 与其说是印度释放了希望中印和解的信号啊 我觉得呢 倒不如说是印度是基于自身的利益 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选择 有分析也我看到了也不同的分析啊 那么有一种分析也认为呢 如果印度政府强制禁止印度电信公司去这个禁止他们去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的话 那么由于印度需要替换所这些电信设备所需要的成本呢会非常的高 也就会呢 因此会导致印度大量的电信公司难以经营下去 甚至到最后呢 印度和很多的电信公司呢 可能会出现倒闭重组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次印度的决定 我想是充分考虑了这个各方面利弊之后吧 做出了一个理性的决策 那就是这个华为中兴来来来还是来吧 离不开 那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然了 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印度市场还是很大的 对吧 这个客观存在 那么中兴和华为呢 可以继续在印度的市场做生意 这个自然呢 是好事情啊 那么总归呢 做生意嘛 对吧 没人跟钱过不去了 那我看到有朋友说呢 这个华为被美国制裁啊 这个芯片都没了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的5G电信设备 呃 没有芯片的话 那么设备没有的话 那怎么建呢 对吧 就算印度允许你去做 那么印度的这个生意 这个订单 华为能不能够继续的 旅行继续的服务下去呢 这个问题 我看有不少朋友问 还有人发私信给我 那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 之前也做了一些回复 所以呢 今天也在这些 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我就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的一个分析 大概呢 就是有两个的角度 不足的地方 大家再补充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呢 包括印度在内 那么这个世界上呢 其实有很多国家 不要谈5G了 说实话 4G还远远没有搞定 远远没有普及 那么特别像印度啊 南亚呀 甚至东南亚 还有当然还有非洲 南美很多国家 甚至我还要听朋友 一些朋友反馈 在欧洲的很多国家 稍微偏一点 对吧 这个就没有4G网络了 那么网络就很卡 所以这些 从发展中国家 甚至一些落后的国家 那么4G的覆盖 也仅仅是覆盖了 主要的大城市 所以呢 4G甚至是偏远地区的 3G的这个网络呢 都没有能够很大规模的覆盖 那么这个 这一部分呢 根本就是4G3G呢 根本就不受美国禁令的限制 那么这一部分的生意呢 是可以持续的提供服务 持续的供货的 我觉得这一点的 大家一定要认知啊 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 做生意 对吧 你做到哪一步 这个很关键啊 在我们一看来 也许是过去的 这样一种生意模式 但现在很多其他国家 继续需要呀 我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说过 我这个最近几年到东南亚去 包括我去印度 我去年去了两次印度 哎 那个你看那个出了机场 那个高速跑两边 高速公路两边 有很多广告牌大的 广告牌上面写的什么呀 什么4G流量高速上网 这个冲浪视频什么什么 就写这些内容 什么意思呢 在他们看来 开通了某一个4G服务 还是他们的一个卖点 对吧 那么在中国 我们看到运营商 很多地方呢 那现在大家 当然大家打出了招牌 都是5G的招牌了啊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认知上呢 是这个要必须要去客观的看待 那么这是第一个 关于4G3G的内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华为的5G基站的问题了 那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华为的5G基站设备 需要的芯片的量呢 其实并不多啊 这个客观存在 而且呢 一个基站 你用一个芯片就OK了 对吧 我说主要的主要的芯片 那么一个芯片又能用很多年 一个国家 你说你能建多少个基站 对吧 那中国到今年年底的目标 是建60万个基站 中国面积这么大 对吧 全中国在推进这件事情 你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你了不起几十万个芯片 了不起了吧 那么一个基站里面 用的主要芯片 用一个主要的 那么几十万个芯片 对不对 那么它不像手机 手机 你华为手机一年卖几千 现在现在差不多是2亿多部吧 对吧 你就算差一点的 其他手机品牌 也至少卖个几千万部 你说从几千万 到两亿部的手机 那就什么意思呢 就需要几千万 到两亿颗的芯片 那么这个量级 完全不是不一致 所以华为呢 在5G基站 这些电信设备上面呢 它的芯片的储备 是足够的 那么可以 持续的为客户进行服务 那据说呢 到目前已经有 好几年的 5G芯片的储备量 那么等到这些储备量 用完的时刻呢 那么未来 新的解决方案呢 也就出来了 而且呢 电信基站设备呢 一用就是很多年 对吧 就像前面说的 基本上也不用换 所以华为的电信服务业务 受美国禁令的影响呢 是很小的 目前看来 就目前几年之内呢 甚至可以说是呢 是不受影响的 那么以上呢 是关于印度针对此次 允许华为和中兴 参与印度的5G建设的 这样一个事情的分析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最近呢 这个 这个印度呢 在狂挖中国的iPhone供应链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有必要 跟大家来谈一谈 那么印度呢 希望能够把这些 中国的这些iPhone供应链呀 手机生产的生态呀 都从中国迁到印度去 而且印度呢 是给了政府层面 和这个各个州的层面吧 各个邦的层面呢 给了很多的补贴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哎 带给大家 呃 根据中国媒体南方前沿 9月15日有个报道呢 那么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 在9月16号的印度 这个呃 内阁会议上 那么预计 印度政府将批准一项计划 那么计划呢 在未来5年之内 为手机生产带来 1500亿美元的收入 知情人士说呢 有十几家手机制造商 提交了申请 那么苹果的主要供应商 像富士康 这个伪创资通 以及呢 核硕联合科技啊 等等呢 已经获得了印度的一个 政府委员会的批准 其中呢 富士康公司提交了两份申请 在全球销售的 几乎每一部的iPhone呢 都是由这三家公司一起生产的 那么这些工厂 目前主要都在中国 那么报道说呢 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印度 它的生产关联 激励计划呢 可能会在未来的5年之内 来推动它的电子产品 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转变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们上面看到的很多 这个公司的名字呀 什么富士康呀什么 其实呢 很多都是台湾的公司 那么就 iPhone原本在中国的代工工厂 这些公司呢 本来就是 那么台湾的这些 iPhone的供应链呢 为什么要向印度去申请手机 手机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资质呢 我想原因呢 无非就是两个嘛 第一个原因 当然就最直接的就是 印度政府的补贴 对吧 给钱 那么这些补贴呢 说白了就是直接就是拿钱 那么同样的逻辑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没人跟钱过不去 所以呢 一看有好处赶紧去拿 就是这个生意人就是这样 那么第二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印度的市场的考虑 现在呢 除了中国的市场呢 其实印度呢 它基本上是基于它人口的优势 而且印度人口呢 年轻人多 它们人口年轻化 那么确实呢 全球的这个很多企业呢 也都希望能够跑到印度去扎根 赚钱 对吧 但是我想说 这个最终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都是美好的目的 都是美好的目标 对吧 当然也承担风险 那么等这些企业去了印度的时候 它到底能不能落地成功 这是很关键的 对吧 你如果搞了半天 最后也没成功 那你不是 这些目标都实现不了 对不对 你如果落地失败呀 或者是政府行政效率 以及生产跟不上 那么你前面这两个目标 不都是打水漂了吗 大家都打不到呀 那我们看到了 像刚才提到这个企业 像和硕联合科技呢 是仅次于富士康的第二大 iPhone的组装厂 那么在中国呢 有很多工厂 2020年的7月份 这个公司表示 将在印度设立一家工厂 那么和硕呢 大约是 这个一半以上的业务呢 都是来自于苹果 那么知情人士也说呢 如果获得批准的话 这个和硕在印度的第一家工厂 将有资格获得 印度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 就是我前面说的 拿到钱 对吧 那么印度的一个电子协会也说 在未来的五年左右呢 印度移动通信行业的规模 将扩大到目前的七倍 印度的激励计划呢 将改变游戏的规则 它将使印度成为 这个移动制造业的 第一大移动市场 或者是至少在2025年 接近第二大移动制造市场 那么这个当然是 印度官方 它的一个诉求和目标 对吧 你看说出来的话 都是一个 也是有一个宏大的 这个发展的一个目标 看起来呢扩张的速度也很快 什么增加七倍啊等等 但是我想从我 我的分析认为来看呢 你这个宏大的目标呢 对吧 我们当然不是去唱衰它 但是呢 它能不能实现这很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举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一个日本的企业 说到这个呢 这个也是大名鼎鼎的 分田 对吧 这个造汽车的企业 那么在印度呢 就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那么大家或许呢 通过这样的例子就明白了 在印度做生意是真的很不容易 由于这个印度政府呢 是不断的犯错 那么目前呢 日本的分田汽车 你不能日本跟印度的关系很好 对吧 你说那个日本的 原来安倍和莫迪 动不动就是拍个合照呀 怎么怎么样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互动一下 关系是很好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分田汽车 那么暂停了在印度的扩张计划 那么分田汽车就表示呢 由于印度的税实在是太高了 受不了了 所以呢 就暂停在印度进一步的扩张 那么这个对于试图吸引全球公司 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印度政府来说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啊 你说因为分田这种公司呢 是一个标志性的企业 它在全球都建有它的工厂 你说中国有 印度有 哪哪都有 对吧 美国呀 这个南美呀 欧洲呀 哪哪都有它的工厂 那么中国这个新浪财经 在9月15号呢 有一个报道 就是分田印度公司的 副董事长呢 也就对外表示 印度政府对于汽车和摩托 摩托车的税收呢 一直是居高不下 企业发现呢 很难建立规模 他说呢 高额的税收 使得很多印度的消费者 无法拥有一辆汽车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 工厂处于闲置 产能无法高负荷的运转 那么就业机会呢 也就无法创造 他还说呢 这个呃 在我们这里呢 这个完 在我们在这里 完成投资之后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 印度不需要你 印度这个国家 是非常的排外的 它的排外是不仅仅 针对什么中国制造 其他国家 它也一样 他就觉得 你们是来占便宜的 可能是因为 被英国殖民了几百年 这种就老觉得 只要是外国人 就去占他便宜的吧 那么心态上 相对而言 闭塞啊 没有那么开放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个芬田印度的负责人 还提到呢 说如果印度政府 不对税制进行改革的话 虽然我们不会退出印度市场 但是我们也不会扩大生产规模 讲白了就是我的产能 根本是产能这个 这个用不满 对吧 所以我扩大了也没意义 那么在印度呢 包括汽车 双轮车 还有这个多功能的运动车啊 等等呢 他都要征收百分之二十八的 这个高额的税收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根据汽车的类型 长度发动机的大小 那么征收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二 不等的附加税收 那么可以说迫切希望利用外国投资者 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印度呢 正在不断的犯错啊 那么造成了重要的外企呢 实际上在撤离印度 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一边呢是发大量的补贴呢 把这些什么手机代工厂 等等之类的弄到印度去 对吧 试图来来这个来去学习中国以前的模式吧 应该这么讲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外企呢 在印度搞着搞着就搞不下去了 对吧 我们也看到印度有一家媒体呢 他就有一个报道啊 叫这个说呢 阿里巴巴也暂停了对印度的投资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另外一家大型的中国投资机构 他的投资主管呢 也指出在经贸大环境明朗之前 不会进一步的投资印度的企业啊 那么这些其实也都对印度的这个 在印度投资 在印度开工厂呢 其实也是应该说亮起了黄灯啊 也是一个警示 那么另外呢 有数据也显示 2020年以来海外基金累计呢 抛售了146亿美元的印度公司 以及呢 印度国家的债券 也创造了亚洲新兴国家 这个市场当中的最惨的一个记录 其实去印度投资呢 这个受挫者的呢 除了日本的分田汽车以外呢 还有日本的高铁啊 那么当年呢 这个日本政府啊 是大放雪 对吧 给了非常多的优惠条件 那么呢 在印度呢 拿到了印度的高铁建设的项目 这看起来不错的开始 是不是 但是事情干着干着就变味道了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据说呢 印度政府的地到现在还在扯皮 地还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就要先征地嘛 不然高铁盖哪里 那么地还没有搞好 所以你说建什么高铁 对吧 那就扯吧 不知道扯多少年 那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在印度做生意 很多时候呢 看上去非常美好 然后呢 这个中间呢 这个中间的时候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呢 往往呢是蛮让人失望的 这还没有谈到印度的生产效率的问题 所以我想啊 这些台湾的iPhone的供应链呢 跑到印度去的这个情况呢 未来呢 要想一番一番分顺 我个人呢 实际上是觉得还是不会那么容易的 应该是蛮困难的 那特别是呢 台企 他本来在大陆呢 他觉得发展不错 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天然的 包括文化 种族 语言 对吧 都一样 你能听得出来吗 你基本上分不 基本上分不开 或者是只是口音上 可能有点不一样 其他的逻辑思维 考虑问题的方式 很多东西都非常接近 而且呢 大陆政府呢 基于这种两岸家亲啊 这考虑 特别是当年这个马英九执政时期 两岸相对比较的和缓 那么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那么甚至是有些 在办有些事情上面呢 就是便宜形式了 反正就是能OK的就OK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不管怎样呢 对吧 你说当年的台商在大陆发展的不错 我相信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印度那边 那可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对吧 不管怎样吧 那么我对于这些供应链 离开大陆去印度投资的这个情况呢 我呢 这个持一种观望 或者说叫做并不是特别看好的一个态度啊 这个呢 是关于印度供应链的一个希望挖中国墙角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分析啊和分享 下面呢 我们来谈今天的第三个话题 也是最后一个话题了 那就是呢 印度 日本 美国 以及澳大利亚 他们搞这个印太战略 对吧 呃 在这种中印边境冲突的背景之下呢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这个这个这个印度 四国的外交部的部长呢 将在十月份的时候 在日本进行会晤 那么据说呢 要商讨 哎 这个一些热点问题 那包括像新冠疫情啊 是他甚至说呢 在中国的旁边 在日本嘛 哎 要去商讨中国大陆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也是挺扯的啊 日本经济新闻19号 引述东京消息人士的报道 经过日本政府与相关国家的协调之后呢 第二次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 最快将在十月份 十月初在东京登场 届时呢 预计日本的外务大臣 美国的国务卿 那当然就蓬佩奥 澳洲的外长佩恩 以及呢 印度的外长苏杰生 苏杰生前段时间在俄罗斯 刚刚和中国外长王毅 以及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 举行过会谈 也正是在那一次的会谈之上呢 中印双方在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场呢 达成了中印边境称呼的这个五点共识 应该说在外交斡旋层面呢 取得了一些突破 那么使得中印边境的这个 这个局势呢 得到一定的缓解 我想呢 这个事情呢 对于中印双方呢 这个目前缓和这个局势呢 都带来了一个正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 四国这个四国的外长 将出席在东京的会议 四国外长在去年的9月 曾经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举行过第一次的会议 那么日本方面的官员就透露呢 四国外长预计将通过这个重要的会议 重申他们所说的啊 维持什么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等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那并且呢 就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等等问题吧 说要去交换意见 其实呢 这些都是冠冕残皇的外交辞令 那就在我看来呢 一句话啊 就是你这几个国家跑到一起 都是中国周边 对吧 那么美国呢 一直在搞事情 那么你是不是有针对大陆的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呢 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特别是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人 对吧 那么你你们是不是会搞到一起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么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呢 以及这个会议的举办呢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周边的环境的变化 中国这些年 这个各方面上升的速度呢 太快 周边的一些国家呢 在做一系列的动作 有的国家呢 在适应你的这个快速的发展 哎 你这个亚洲未来 是不是你中国说了算呀 对吧 等等 那么特别是你看日本啊 韩国 东南亚跟中国接近的 对吧 中国周边的 其实已经做了几千年的领寻 那么话讲回来呢 几千年以来 你像东南亚呀 各个地方呢 中国都没有去殖民过 入侵过等等等等的 对吧 恰恰相反 你看越南被法国殖民过 这个其他国家像马来西亚呀 这个新加坡都是以前英国的殖民的 然后呢 像菲律宾呢 从西班牙殖民 后来美国又把美西战争 又把西班牙打败 美国又跑去殖民 等等吧 东南亚国家基本上 那大家后来日本又跑到东南亚去 对吧 都基本上被殖民了个变 但是中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 在一起几千年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掠毒的事情 当年郑和下西洋 船上面船舰阶 是当年的什么英国呀 西班牙荷兰的舰队 是他很三五倍的规模这么大 对吧 郑和那个时候 中国的远洋能力也是很强的 船上面呢 带了非常多的丝绸呀 茶叶呀 这些瓷器呀 这些礼品 每到一个地方去 新的国家中国人呢 就是因为中国叫礼仪之邦嘛 就去送礼 就是把这个 等于说陌生了 陌生国家 我船开到这里来了 二花不说先送礼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情势风格 那么中国过去的文化基因里面 对于这种 这种扩张呀 各方面的呢 实际上是持一种负面看法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呢 美国一直在中国的周边搞事情 对吧 他呢 实际上是拉着这些国家呢 想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我说呢 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呢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呢 他们其实在心态上 在做法上 每个国家都不同 你像这个澳大利亚 就是抱着美国的大腿 对吧 他就把美国说怎么说 他怎么干 那日本呢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说和美国 他是个美日同盟 但是呢 日本他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呢 实际上我的看法呢 是基于日美同盟的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呢和中国之间呢 保持中美之间的一个 相对都保持一个交流 或者是呢 相对寻求在中美 这个中间的 寻求平衡的这个外交政策 我认为呢 是一种持续和稳定的 那么同时呢 印度呢 我觉得呢 他就是一个倒江湖的 反正呢 哪里呢 他都拆一脚 对吧 这个事情呢 就像印度的武器一样 那么印度武器里面 有俄罗斯的 俄制的 以前买很多 也有美国制的 那么也有最近买了 法国的振奋战斗机等等 什么国家的 他都买一点 所以说我们看到印度呢 最后的情况就是 高级的这些武器里面呢 什么国家的都有 就是没有印度自己制造的 对吧 同时呢 我们也要看到呢 就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呢 实际上是处在一个 奔解的边缘 这是我的看法啊 这么到最后呢 就沦落为 喊一喊口号 因为大家的诉求和想法 都不一样 找不到出钱的人 没有出钱的人 对吧 大家这个一说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呀 没有人和钱过不去 还是这句话 对吧 光喊口号很容易 没有人出钱 那么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到最后呢 恐怕也都会 这个泡沫化 那么更不要说呢 美国现在还准备搞什么亚洲北约 那更加呢 是纸上谈兵 为什么说纸上谈兵呢 因为我们知道 所谓的北约组织 对吧 当年呢 就是在欧洲 那么他们共同抵御全苏联 或者现在呢 是俄罗斯 对吧 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个 所谓的集体安全 集体安全条约 或者叫集体同盟 但是我们看看亚洲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你说日本和韩国 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两个盟国 而且他们美国呢 在日本和韩国都派兵 都有驻军 但是日本和韩国之间 你要不要不要忘记 现在的日本还在制裁韩国呢 对吧 什么高端的半导体设备呀 一些生产的这些原材料呀 都禁止出口到韩国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 这个历史的纠葛 当年的日本去侵略朝鲜半岛 进而到中国的东北侵略中北 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那种历史的伤害 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大韩民族来说呢 他是这个事情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这个历史的纠结 这个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 你希望这两个国家在一起共同条约吗 对吧 比如说中国跟日本 假设极端情况下发生了钓鱼岛方面的冲突 韩国要出兵 因为集体安全的意思是 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这个要打仗或者是怎么样了 对吧 那么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要出兵的 你觉得韩国会为了日本出兵在钓鱼岛方面解决问题吗 那么日本的北方四岛 对吧 俄罗斯现在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矛盾 如果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有一些 在北方四岛上发生了一些冲突的话 你觉得韩国会为日本出兵跟俄罗斯打仗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的美国呢 就是为了恶心中国 就搞一大堆的概念丢出来 其实根本就成不了事的 那么我们再看东南亚 东南亚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中国人现在特别喜欢去东南亚 对吧 旅游呀什么 早些年当然去日本去韩国的多 这几年呢 去东南亚去了很多 因为呢 东南亚的相对而言 各方面还是这个东西还是便宜嘛 对吧 而且去旅行呢 他很多自然风光也不错 人呢 也相对而言 东南亚很多国家 要么就是佛教影响的 要么就是儒家文化 影响也比较深的 所以那个相对而言呢 他整个对于游客啊 这么多年 他旅游业发展下来呢 一个是对外地人呢 他比较持一种 比较相对欢迎的态度 也不会排斥 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你在那旅行呢 相对而言还蛮舒服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的东西呢 物价也相对低 对吧 你去买买东西啊 水果什么都也都蛮好 海鲜 因为东南亚基本上都是 很多都是在海边嘛 很多国家 像曼谷呀 这是这个 越南也有很多地方在海边 所以呢 这些年呢 也有很多朋友呢 去东南亚旅游 那么东南亚国家的话 这些年和中国经济之间的 这个捆绑 是非常深的 你包括像这一次 在联合国开大会 对吧 有些国家像什么 美国呀 又在搞事情 说要对中国的南海政策 怎么怎么样 提出很多的挑战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希望菲律宾出面 怎么怎么的 但是菲律宾呢 最后说我们不出面 对吧 因为南海的话 一些国家 东南亚是当事国 菲律宾都不出面 你想呢 其实菲律宾这些年 和中国大陆之间呢 菲律宾他所走的策略呢 就是在中美之间呢 不站队 我就在中间 反正呢 两边好处 我都拿一点 对吧 我不跟你玩这个东西 所以你说他搞亚洲北约 他怎么搞得起来 那么印太战略的话 也是一样 印度呢 他反正跟哪里 他都他都拆一脚 对吧 日本呢 是在中美之间呢 寻求一个平衡 那么 就剩一个澳大利亚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些事情呀 更多的是一种概念的提出 那么呢 我觉得呢 甚至是呢 是一种纸上的谈兵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分享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 讨论的这个话题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